白鸟之王 绍浩 绍浩是仙女黄鹅和天神奇明星的儿子 他不仅知书达理 而且精通音律 最神奇的是 他从小就和鸟儿们很有缘分 身边总是飞舞着各种各样的鸟 他们和绍浩一起玩耍 唱歌给他听 绍浩长大后打算到远方游历 创进了自己的国家 黄鹅和奇明星都十分支持他 绍浩来到东边的一个海岛上 召集他的鸟儿伙伴们 建立了绍浩国 在这个国家里 文武百官都是各种鸟儿 绍浩根据鸟儿们的不同特点 给他们安排不同的官职 伯孤孝顺 负责管理教育 智鸟威武勇猛 负责管理军事 威严的雄鹰 掌管法律 公平的布姑 掌管建筑营造 活泼热心的班鸟 管理杂物 是 绍浩又让凤凰总管白鸟 燕子 伯牢 鹰雀 锦鸡分别掌管春 夏 秋 冬四个季节 鸟儿们都很满意 这个白鸟之国 在绍浩的治理下 充满了和平祥瑞 鸟儿们生活的快乐又美满 绍浩也被称为白鸟之王 白鸟嘲讽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只小鸟叫凤凰 它的羽毛灰扑扑的 一点也不起眼 可它特别勤劳 其他鸟儿都在森林里吃喝玩耍 凤凰茫茫茫茫的采集果实和穀物 收藏到树洞里 别的鸟儿都很不理解 喜鹊说 凤凰是个财迷精 大傻瓜 乌鸦也说 对呀 一点都不懂得享受 只会白白浪费时间 好心的黄梨劝说凤凰 森林里食物这么多 我们到哪儿都能吃饱 你为什么还要搜集食物呢 虽然现在食物很多 可是如果发生了饥荒灾祸 就不会有这么多东西吃了 现在要储存食物 提前做好准备呀 大家都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你真是太傻了 我们森林这么大 怎么可能发生饥荒呢 凤凰什么也没说 低下头继续收集粮食 过了两三年 森林里发生了大旱灾 花草树木都哭死了 鸟儿们找不到食物 一个个饿得头晕眼花 这时 凤凰突然出现了 大家快跟我来 凤凰带着鸟儿们来到装满粮食的树洞前 把自己辛辛苦苦收集的食物分给大家 鸟儿们又高兴又羞愧 为了表达感谢 他们各自从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 送给凤凰 从此 凤凰就成了最漂亮的鸟 后来 每年凤凰过生日的时候 森林中的鸟儿都从四面八方飞来 向凤凰表示祝贺 这就是传说中的白鸟嘲讽 弄玉成凤 春秋时期 秦木公的小女儿弄玉长得非常漂亮 能歌善舞又擅长吹奏玉声 秦木公非常疼爱这个女儿 常常感叹 我的弄玉只有天上的神仙才配得上 有一天 弄玉梦见自己来到了九华山 其木公很高兴 马上给两人举办了婚礼 婚后的弄玉和萧氏常常在阁楼上合奏 弄玉吹声 萧氏吹消 引得路过的人都来聆听着美好的乐曲 又过了一段时间 萧氏突然对弄玉说 我要回天上去了 你要和我一起回去吗 弄玉点了点头 哭着向父亲告别 这一天 萧氏与弄玉最后一次在阁楼合奏 曲子吹完 天上飞来一只漂亮的凤凰 弄玉向着大家告别后 和萧氏一起乘着凤凰飞向天空